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去年无论是事业还是家庭都发生了很大变化 因为去年家庭最大的变故就是她的母亲不幸去世 而且年龄还不大 仅仅是一个90后按照这个时间推算也就四五十岁的年纪 所以谭松云真的是经历了这么多也是心里憔悴 但是她还是坚强做一个自己优秀的自己书写新的历史 去年谭松云最大的收获就是自己的新剧《锦衣之下问世》 这部电视剧是由谭松云和任嘉伦一起连绝也合作的 该剧讲述了天赋异禀的《六上的女普快原惊夏》 和性情很辣的锦衣为路易之间的复杂关系 由先前的接下梁子到后来的共同联手《同仇嫡气》的故事 故事情节曲折扣人心弦 大家知道无论是谭松云还是任嘉伦都是地道的演技派 他们有优秀的表演水平而且深受大家都认可 比如谭松云的《一家人之谜》《亲爱的芒芽街》 《我们的新时代》已经先后起目了 由此可见她是一个炙手可热的小姐姐了 而作为一个成熟的男人任嘉伦更是人气很高的 自从出道以来无论是古装剧还是现代剧 在吸引大家的关注上都是货真价实的 在《青云志》 天者白蛇传说 秋蝉 木白手 都是格外的抢眼 深得不少迷妹的喜欢 大家觉得真的是很不错的好男人 那么这部电视剧播出了已经这么多时间 到底大家对她的评价到底怎么样呢 根据有关消息显示 恰恰是依靠这部锦衣之下 为两人赢得了更好的评价 粉丝也给予他俩积极的肯定 任嘉伦凭借该剧赢格了中国古装题材电视剧最佳男主演 当然了还有张若云 罗靖 高伟光 于继伟也上了榜单 由此可见 大家对任嘉伦以及这部电视剧的高度肯定 看来任嘉伦的表现一直不俗 毕竟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 而谭宋云小姐姐凭借这部锦衣之下获得了中国古装题材电视剧最佳女演员的称号 大家觉得真的是太厉害了 除此之外上了榜的还有赵露丝 李同 李庆 江书尹 当然了 这仅仅是其中之一 还有一个美好的称号 就是在另一部现代电视剧以佳人之名中 获得了中国当代题材电视剧最佳女演员的称号 看来谭宋云真的是一个地道的实力派 一起上榜的还有毛小彤 粉丝也替他们俩表示祝福 你俩实力相当